然而,更骚的是,徐燕时竟然把最后那句《家丑不可外扬》给撤回了。 技术部众人惊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试图从彼此脸上找答案,然而无解。 尤志从他理工直男的角度快速在脑海中分析了一下,想指一波,给出结论,老大这人,真的很腹黑。 张俊等人,怎么说? 尤志,在群里这种尴尬的氛围下,我突然撤回一条信息,你会问我撤回什么吗? 不会吧,销售部那几个白骨精更不会问,他们这会估计也跟我们一样围在一块,时刻盯着手机准备团战,谁杠骂谁。 然而他们没想到老大会出来杠,而且那几个谁没对老大有点想法。 这会儿,心里估计好奇死了,哎呀,徐燕时跟这你的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么护着他,不会是喜欢他吧? 既然喜欢他,为什么又撤回呢?是不是还没那么喜欢啊?那我还有没有机会啊? 这个时候,你觉得他们是对向元更好奇,还是对向元和老大的关系更好奇? 人一旦被转移注意力,很难再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上,所以向元他一个来公司不到两天的新人,年价是怎么批出来的,还重要吗? 这回连李池都恍然大悟了,卧槽,这要是真的,我他妈要给老大跪下了。 张俊陷入了一种不脚不昧的精神恍惚,这这,还是平日里,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大吗? 由至处之泰然地拍拍张俊的肩,视线重回手机上,低着头说, 你别看老大平时一副什么都不管懒懒散散的样子,当起来还是很刚的。 高冷不是跟老大同个大学吗? 听说那时候,哪有这么好说话,当年在五大很威风的,连我这个北京理工的都听说过五大男神学院时,只不过现在虎落平阳被犬妻。 张俊陷看着会议室门口出现了一道高大且熟悉的身影,黑色羽绒服敞着,他单手微微把羽绒服拨到身后,手插,进运动裤兜里,另只手从善如流地摘了眼镜, 然后提着净腿,携椅着会议室的门框,低着头似乎在想,他被哪只犬欺了? 事实证明,狮子睡久了,也会变成Hello pity的, 但是老大今天的表现我很满意,他终于意识到他曾经还是治狮子这件事,虽然可能离复苏还差那么十万八千里, 但是高冷的角气在攒几年滚成金斗云,总有一天,他俩双剑合璧,能再上西天的。 这嘴,真剑呢?张俊想提醒邮志老大来了, 但是邮志自己,不管三七二十一,扛起棺材板就躺了进去,都不给人阻止的机会,棺材板盖得严丝合缝, 后来邮志秋后算账,质问张俊为什么没提醒他,张俊原话重复, 邮志第一次见有人把找死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 邮志天佑、李迟、张俊还有几个叫不上名字的路人甲乙丙丁,纷纷离席,远离战火。 邮志这才后知后觉地回头,徐燕时没再看他,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嘴角微微提着,那薛兽的轮廓更锋利俊挺,他侧脸尤其好看,下额线条紧绷流畅。 五官不算精致,但每一分都恰好,偏幼比常人多了三分股像。 邮志觉得今天的徐燕时有点过分帅,他镇定自若地拿起手机走出去, 经过他身边时,徐燕时恰巧漫不经心地抬头看了他一眼。 邮志感觉灵魂受到了拷问,立马跟尼秋似的从他身边一溜而过,你好再见。 向远他们回来那天,已是两天后的下午。 彼时,办公室大楼门口精致而古朴的状中正笔直地指向五点,下班时间。 向远刚按下电梯,门叮咚一声打开了。 妆容艳丽的女人款款走出来,向远记得她叫殷殷殷,一个听起来就很嗲的名字。 某种小侄女,向远印象深刻,于是礼貌性地朝她笑了下。 英依依打扮得比上班还细致,浓密的眼睫毛像一只带发号施令的黑凤铃。 她高傲地扫了眼向远,不冷不淡地回了剧,回来了?好巧,我们也下班了。 向远还没入公司的大裙,而林青青和高冷这两个老油条,根本没人看大裙。 像这种公司几百人的大裙都是直接屏蔽的,除非有人爱特她们,会点开看一下,平时都是直接掠过的。 音音音说话像来这样,林青青是知道的。 她除了对男生和颜月色,还有他们那个狐狸精团,对公司里其他的女生似乎都没太有好脸色, 甚至有些看不起林青青这样的姑娘。林青青也不太去惹她,但向远,好像完全没把她放在眼里,都没接她话茬。 林青青莫名觉得有点解气。 音音音后面还跟着个李迟,林青青瞪了她一眼,李迟作乱似的在林青青脑门上胡乱一揉。 干嘛?哥又帅了? 音音音在勾引李迟这件事,全公司上下大概除了向远,没几个人不知道。 虽然林青青早知道李迟这压的,肯定把持不住。 这事儿,高冷也跟林青青想到一块了,她对音音音没什么意见。 男生看女生其实只有两个标准,女汉子和女人,音音音是女人中的狐狸精, 也就老大和油智这两个技术宅,才会不为所动。 李迟沦陷是早晚的事。 所以,趁李迟从她身边走过,启哄似的嗓了下李迟的胳膊,意味深长的。 哎哟,我们李公子这是要结束跟右手为伴的日子了? 李迟都走出电梯门口了,还折回来抱揍了高冷一顿。 高冷手上七零八岁,全是从大西北带回来的礼品袋子,猝不及防备人偷袭,不甘心地窝在电梯角落发出 SOS,李哥李哥,爸爸爸爸。 李迟这才放手。 音音音笑盈盈地站在门口,看着闹作一团的兄弟俩,笑得春风满面称道。 李迟,你不要总欺负高冷了,看起来他们的关系,似乎比跟自己本部门两个姑娘们的关系都还好。 林青青有种令人隔应的排挤感。 高冷还不知死活的,对啊,音音让你欺负她。 李迟又是一顿报K。 音音音天生对男生有一种亲和力,又会撒娇,公司里除了个别男生不太喜欢她,好像跟其他男生关系似乎都还不错,傻子都能看出来。 这音音音似乎在向元面前有点过度显摆自己跟技术部男生的关系。 林青青看了眼向元,她却自始自终都体贴地替李迟按着电梯门,不让她合上。 同样是漂亮且有优势的女生,向元的相处模式就比音音音舒服太多,向元家教非常好。 她身上一点一滴都透着一种大家闺秀的文气,开玩笑时的大大方方,幽默风趣,完全不扭捏。 等李迟走出去,电梯门再次合上。 林青青忽然问高冷,你跟音音音关系很好吗? 高冷捏好东西站直,斜捏了她一眼,还好吧,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们好像都挺喜欢音音音的。 高冷一笑,没心没肺地说,男生跟女生只有两种关系,要么上床,要么下床,不能上床的女生,那么床下的女生,你跟她对我来说没有区别。 不是吧,你脸红了?林青青,你没谈过男朋友吗? 向元跟李勇叼销玩架,下楼回技术部,发现整个办公室都空空荡荡,会议室大门敞着,窗户也没关,风顺着狭窄的缝隙涌进来,乳白色窗帘被风刮到一旁的写字板上,勾着,大鼓大鼓的冷风嗦嗦灌入。 会议桌上,垃圾成衫,什么都有,乌烟瘴气。 吃了一半还掀着盖的泡面,横七竖八躺着的茶杯,面包屑,以及几块拆了一半的高精度板和两台开着的笔电。 哦,还有一双不知道穿了几个礼拜的袜子,已经硬得直接立在桌上了。 他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高冷见怪不怪,淡定自若地在垃圾堆里找到自己的茶杯,骂骂咧咧去洗杯子。 靠,是天佑这个奇葩,又拿我的杯子喝水,他能不能自己认认真真洗个杯子。 说完,去洗杯子之前,提醒了一句门口的向远,你以后自己的杯子藏好,是天佑不管男的女的,他都喝,包括林青青的杯子,也不能幸免。 他为什么就喝别人的杯子? 因为他每天喝点太太静心口服液,也不太喝水,又不爱洗杯子。 每次泡完一杯菊花茶,一周后连蘑菇都长出来了,他就觉得洗也洗不干净了,索性拿别人的杯子喝喽,因为别人都会洗杯子。 那徐燕时呢? 高冷兜底,交代了个干净,老大的杯子他不敢喝,因为老大暴揍他一顿后,还会让他加班,让他饱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老大这出生欺负起人来,可怕得很。 徐燕时经常欺负你们啊? 倒也不是,老大其实大多时候不太管我们,他这几年不太顺,分公司指标又一年比一年下滑,总部反正不太重视他。 尽管陈山那边一直在努力把他介绍给总部,但这几年总是被各种关系户截足先登。 本来其实早就可以去北京总部的研发实验室了,但你也知道,这种企业很在乎人们。 经历过几次打击后,老大这两年就有点不太管事了,陈山找他谈过好几次话。 反正每次从总部回来,老大心情都不太好,尤其暴躁,加上头两年,他弟弟生病花了很多钱,父亲又欠债,老大其实这几年蛮缺钱的,而且他真的很自律的。 跟我们比起来,整个就一无欲无求的活菩萨别看他这么冷淡,之前都差点去借高利贷了。 向远听完,沉默半晌,问了句,他们人呢? 高冷给自己倒了杯水,一边喝,一边视线环顾了一圈,再找林清清。 第一笔年终奖金下来了,聚餐去了,一年中最欢乐的时光啊,你晚上没事吧,老大让我们消完假一起过去。 正说着,林清清回来了。 高冷放下水杯,拿起外套站起来,走了,他们在等了。 不等两人跟上,他率先走进电梯。 静静站了会儿,等电梯门缓缓关上,高冷忽然想起一件事,一边穿外套,一边随口问了句, 对了,袁姐,我刚才在给他们分礼物的时候,忽然发现少了一件。 老大那件礼物你给放在哪里了? 我找半天没找到,不会掉在出租车上了吧? 向远仰头盯着电梯顶上跳动的LED数字,心不在焉地说, 哦,那可能落在出租车上了吧? 高冷穿外套的手瞬间顿住,仿佛被雷劈中,脑门瞬间落下三道黑线,那怎么办? 不能整个部门就老大没有礼物吧,那多可怜。 等会下楼去门口买两个棒棒糖给他吧。 高冷乍毛,老大以前是不是得罪过你,你要这么对他,你会后悔的,你知道不。 油质刚刚跟我说,老大今晚准备给咱们接风洗尘,居然亲自下厨。 我都多少年没吃他做的饭了,是为了省钱吧? 向远翻了个大白眼,看透了。 一个那么缺钱,守着戒律轻规过日子的男人,亲自下厨给他们做饭,除了省钱还能干嘛? 感谢观看